对不起,我来晚了,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孩,跟随着一位老人走到一处焚营痛哭,而旁边的老人也有些伤感,用袖子擦了擦眼泪。 这是一个名叫朱雨婷的浙江女孩,她想要寻找曾经收养过自己的养父母。 朱雨婷最后找到养父母了吗?当时又发生了什么呢? 在视频开始之前,请各位观众老爷点击视频左下角的关注支持下,我们接着往下看。 朱雨婷五岁的时候,被亲生父母送养到一户人家,在养父母的悉心照顾下,朱雨婷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时光。 六年后,朱雨婷被亲生父母寄了回去,但她心中始终念念不忘自己的养父母。 经济独立后,朱雨婷便想尽办法寻找养父母。 十几年前,朱雨婷被亲生父母带走,从此与养父母失了音讯,在见面的时候,她和养母已经是阴阳两个了。 1993年,朱雨婷出生于浙江州山,她的家庭条件相当不错,父母在陕西包了一个煤窑,做着煤炭生意,收入不费。 但相应的,朱雨婷的父母要将大多数精力投入到工作之中,于是,对朱雨婷的关心和照顾就有些缺乏了。 此时,朱雨婷年纪还小,离不开人照顾,他们也不是没想过亲保姆,但总觉得有些不放心。 于是,朱雨婷的父母做出了一个改变她一生的决定,给朱雨婷找一个寄宿家庭。 他们没有问过小雨婷的意见,也没想着让家里的老人帮忙带带孩子,甚至因为害怕小雨婷不愿意,还将这个打算瞒了下去。 1998年的一天,五岁的朱雨婷十分高兴,因为经常不在家的爸爸妈妈不仅回来了,还要带她出去玩。 他们给朱雨婷输了两个可爱利落的麻花便,换了一身新衣裳,便带着她出门。 此时的朱雨婷沉浸在喜悦之中,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将要遭遇什么。 父母带着小雨婷来到了一户人家,一对夫妻开门迎接了她们,这对夫妻就是余露清和白书云。 他们十分喜欢活泼可爱的朱雨婷,对她十分亲切,还做了一桌子丰盛的饭菜招待着她们。 吃完饭后,余露清和白书云便拉着朱雨婷问东问西,小雨婷对这对友好亲切的夫妻也不排斥,十分乖巧地回答。 过了一会儿,朱雨婷发现父母不在身边,她有些害怕,连忙跑了出去,可是周围根本没有父母的踪影。 原来,朱雨婷的父母怕孩子不愿意留在这里,为了避免麻烦,他们趁朱雨婷不注意的时候,悄悄地离开了。 年幼的朱雨婷突然被父母抛弃,一时间赶到整个世界都崩塌了,她崩溃万分,忍不住嚎啕大哭。 余露清和白书云夫妇也十分着急,他们想着办法哄朱雨婷开心,拿出准备好的玩具,临时逗她,想要转移她的注意。 她不明白父母为什么就这样抛弃了自己,明明自己已经很乖很听话了,可是父母还是将她扔在了别人家。 突然离开父母,朱雨婷情绪崩溃了好久,每天都在哭泣,站在大门口等待父母回来,一听见风吹草动就十分兴奋。 但显然,等待她的注定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,日子一天天过去,她意识到父母短时间内不会再回来了。 而余露清夫妇也是掏心掏肺地对她好,他们是朱雨婷的父母千挑万选的寄养人家,心地善良,不是,没有孩子,会一心一意对孩子好。 朱雨婷在养父母的关怀下,慢慢走出了阴霾,虽然想起父母的时候还是忍不住落泪,但她已然接受了现状。 她慢慢地适应了现在的生活,还在村子里交了一些好朋友,有伙伴一起玩耍,有养父母的关怀,朱雨婷感受到了幸福。 虽然养父母家条件不是那么好,但他们总是把最好的留给朱雨婷。 朱雨婷也是乖巧懂事,给养父母带来了很多快乐。 而白书云之前一直患有间歇性精神病,但自从朱雨婷来到他们家之后,白书云的病情也开始好转。 长久下来,朱雨婷真正地把养父母当作了自己的父母,她越来越喜欢在这个村子里的生活,记忆里的亲生父母方形象也渐渐淡去了。 朱雨婷常常想,如果日子能一直这么过下去就好了,但天不遂人愿,几年后,她颇不得已,还是离开了这个简朴又温馨的家。 朱雨婷在养父母的家里过着平静而幸福的生活,后来到了上学的年纪,她便在村镇里的学校就读。 在朱雨婷的记忆里,她曾经生过一场大病,那是在她六岁的时候,也许是天气突然降温,也许是父母的抛弃让她郁郁寡欢。 朱雨婷突然发起了高烧,整个人都神志不清,她的养父母急坏了,日夜不离地守在床边细心照顾她,不停地给她物理降温,想让她的烧退下来。 但已晚上过去了,朱雨婷还是高烧不退,于露庆十分焦急,立马决定把孩子送到镇卫生所里治病。 当时村子里交通不便,于露庆就背着小雨婷,走了十几里的路途,担心来不及,于露庆几乎都是跑着过去的。 到达镇卫生所的时候,于露庆累得几乎要渴血,但她还是没有歇息,而是一直守在朱雨婷身边。 直到医生给朱雨婷打了一针,朱雨婷的烧慢慢退了下去,人也清醒了一些,于露庆夫妻俩才松了一口气。 经过这件事,朱雨婷真真正正地把于露庆夫妻当作了自己的父母,这份人情她一直牢牢地铭记在心。 在此之后,这对没有血缘关系的一家人相处得越来越融洽,彼此的感情也越来越深厚,但平静的日子还是被打破了。 2004年,离开朱雨婷六年的亲生父母上门了。 这六年里,朱雨婷的亲生父母无时无刻不在思念女儿,但他们工作繁忙,实在抽不开身,又怕中间去探望女儿,自己内心不舍。 最终,六年以来,他们一次也没有出现在朱雨婷的面前。 如即,他们的生意稳定了,也终于抽出来时间,便打算将女儿接回自己身边,让一家人团圆。 对他们来说,自己就是朱雨婷的亲生父母,只要自己找来,女儿有什么理由拒绝呢? 但他们忘了,朱雨婷对他们的稀迹早已经在一天天的失望中消磨了。 这些年来,一直是于露庆夫妇俩温暖了她的心。 朱雨婷不愿意跟着眼前的亲生父母离开,她看着这对夫妻陌生又熟悉的脸,躲在养父母身后不愿意出来。 养父母也心情十分沉重,白淑云落下了眼泪。 于露庆也黯然坐在一边沉默不语。 他们都知道,这一天迟早要到来的。 清清,爸爸妈妈来带你回家了,我们终于可以一家团聚了。 朱雨婷的母亲留着来说道,朱雨婷不明白,当初明明是他们将自己无情地扔在这里,多年来也没有联系。 而自己在这里生活了那么多年,已经熟悉了现在的日子,他们却又突然出现,想要把自己带走。 面对不愿意承认他们的女儿,朱雨婷的父母哭成了泪人。 他们对朱雨婷解释,实在不是他们不愿意来看望远,而是因为无可奈何的原因。 当年他们并不是想要将朱雨婷交给于露庆夫妇很久,而是打算忙过了几个月就把朱雨婷带回来。 只是莫过多久,他们的工作上突发变故,煤矿倒塌,造成很多伤忙夫妻俩不得已赔偿了很多损失。 就这样,他们原本优务的家庭也几乎破产了,还时常有人上门闹事,夫妻俩只能东躲西藏,躲避风头。 没有办法,夫妻俩只能从头再来,而相应的,如今的家庭情况,他们也没有办法再把孩子接回去了。 这几年里,夫妻俩费寝忘食的工作,不仅慢慢还清了负债,生意上也再次有了起色,生活也渐渐好了起来。 就这样,夫妻俩终于有了接女儿回家的条件,他们便马不停蹄地找了过来。 最后,朱雨婷还是被他们带了回去,原本朱雨婷想着,就算回去了,有时间也可以去探望养父母。 但让她没想到的是,她的亲生父母怕女儿找回去就不愿意回来了,死活不愿意让她回去,也不告诉她养父母的地址。 但来到新家的每一天,朱雨婷都在深深地思念着商落那个小村子里的家,思念着养父母。 虽然亲生父母对她也很好,更是补偿一般地满足她全部的要求,朱雨婷的生活水平也比以前高了很多,但她始终记挂着自己的养父母。 从事,她也从父母的态度中意识到,只有将来自己有能力了,经济独立了,才能回去寻找他们。 虽然不知道养父母家的地址,但将来多家打听,还是有希望找到的。 不是吗?朱雨婷怀揣着这样的想法,一天天地长大了。 时光冷冷,转眼见,朱雨婷已经顺利地从大学毕业,走入了职场,手头也开始有了自己的钱。 于是,她打算将寻找养父母的计划提上日程。 此时,距离她与养父母分别的那天,已经过了12年了。 亲生父母不愿意告诉朱雨婷具体的地址,而朱雨婷当时年纪也太小,根本不记得村子的名字,只知道对方住在陕西商落。 没办法,朱雨婷决定借助网络的力量,她在网络上讲述了自己的故事。 希望大家可以帮助她找到养父母。 除时,朱雨婷自己也在努力寻找,她来到商落,在周边的村子里挨个寻找打听,但最后都无功而发。 而关于她的消息也被网友们大量转发,大家都希望可以帮助这个善良的女孩,为她带来更多的希望。 功夫不负有心人,朱雨婷终于得到了关于养父母的消息。 有人告诉朱雨婷,沙盒子镇九翁洞村有一个男人,和朱雨婷所说的信息相符。 朱雨婷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。 按照对方提供的地址,来到九龙洞村,随着村子越来越近,熟悉和亲切的感觉也涌上了心头。 虽然还没有见到那个男人,不确定是不是自己的养父,但此时的朱雨婷已经可以确定, 这个村子的一草一木,是真的存在自己的记忆中的。 她相信,这就是自己生活了六年的村子,即使现在已经过去了十二年, 但这里的一切还是唤醒了她童年的记忆。 此时,朱雨婷的眼眶已经湿润了,她下了车,走在熟悉的乡间小道上, 不用任何人引路,她便按照记忆中的方向走去, 推开那扇熟悉的大门,看着眼前熟悉的老人。 朱雨婷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眼泪,她快步走上前去,拉住了养父。 是了,这就是自己思念了十二年的养父,她还是记忆中的样子, 只是苍老瘦小了很多,岁月在她身上留下了深刻的痕迹。 而于露庆看着眼前熟悉又陌生的女孩,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, 她试探着问,你是谁呀,你是婷婷吗? 朱雨婷哽咽着说,爸爸,是我,我终于找到你们了。 阔别十二年的妇女俩拥抱在了一起,任由泪水打湿了她们的衣襟。 当时朱雨婷被亲生父母带走后, 于露庆也时常盼望着朱雨婷可以回来看看她们, 然而十二年过去,却始终没有一点消息。 于露庆甚至以为,自己这辈子再也见不到自己的婷婷了, 但好在婷婷仍然挂念着她们,从来没有放弃寻找她们。 此时,朱雨婷向是想起了什么,问道,爸爸啊,我妈呢, 于露庆神情黯然下去,沉默不语,擦了擦眼角。 当年,朱雨婷离开后,白书云被思念折磨着, 她身体本就不好,而婷婷的离开更是给了她沉重的打击。 就这样,白书云早早地离世了。 朱雨婷听到这个消息,通哭不已, 她恨自己为什么现在才找来,没有见到姚母的最后一面。 朱雨婷跟随养父来到姚母的坟前, 看着墓碑上的名字,她几度哽咽, 最后只能化为一句我来晚了。 在之后,朱雨婷便开始更加努力地工作, 她靠着自己的收入租了房子, 想要给养父一养天年。 而朱雨婷的亲生父母也知道了这件事, 他们也落下了眼泪, 知道自己女儿是个知恩图报的好孩子, 也不再阻拦她为养父尽孝, 也希望于露庆可以在朱雨婷的照顾下, 安然幸福地度过自己的晚年。 养父母养育了朱雨婷六年, 而朱雨婷也深深记挂着他们对自己的关怀, 感恩着他们对自己的照顾。 即使被亲生父母带走, 朱雨婷也始终挂念着养父母, 在她坚持不懈地寻找下, 虽然养母已经过世, 但还是得以和养父团聚。 这个知恩图报, 善良的女孩值得我们点赞, 你对朱雨婷有什么看法呢?